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来说 郑芳太太地位最高 确实没有任何地位的 只比鸭儿要好一些 1880年 一位汉族女性的罕见老照片 俯始相对会比较宽松 手持折扇 面对镜头的时候 略显腼腆 只是那三寸金莲毫无美感很严 晚清时期 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加上连年战争的戈壁培馆 让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的百姓过得极为艰苦 徒为台教的教书的罕见老照片 晚清时期的千安门罕见老照片 难得一见 晚清时期千安门的前门外大街 建筑普普 行走着马车 街道的行人比较稀少 这才是真正的老北京 令人十分感慨 晚清时期的官员罕见老照片 手上拿着大烟杆 肃穆的面容 俨然可见其功 为晚清时期贵族夫妇的罕见合影 女子容貌清秀 服饰华丽 端装优雅 从合影可以看出女子的身份高于男子 难得一见 一九零八年阴历十一月初三 慈禧太后的七十三岁寿臣 慈禧太后让后宫的妃品 俗信 太监多冠上古装 伴成童男善女 老佛爷自己则穿上观音菩萨的衣帽 伴做大慈大悲观世衣 在颐和园湖中当周玩乐 老佛爷肯定是十分宽慰和满意的 只是这庄万莫名喜感 祝 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完全归所作者